2012全球景气落底 迎向2013从谷底看到一丝曙光 根据天下杂志调查 一千打CEO中仍有高达七成二 对景气不乐观 但悲观中仍见契机 2013年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的话 并不是很乐观 从产业来看 我们的景气 我们认为明年在中国大陆的机会会比今年大 你要看大陆的施工的新开工的项目术 你看大陆的工业企业的利润的变化 你都会发现在今年的9月份到10月份 都开始出现了一个向上和好转的情况 中国最大优势大就是一个庞大的新型经济体的崛起 带动了东南亚经济的这样一个整合 所以我认为明年现在东南亚特别像印尼的经济会长 有五成八的企业将更积极布局亚洲 2013中国市场不再一只独秀 印尼和越南等东协国家紧追在后 也成为CEO眼中的投资热点 亚洲的话我们觉得印尼是一个很不错的市场 我想从做品牌的观点来看的话 它人口很多 然后消费力也相当强 我们会聚焦在印尼 柬埔寨跟越南去扩唱 我想中国当然还有很大的机会 那印尼那现在包含新节旗的缅甸 那当然越南本身也是不小 然后东南亚反正泰国已经有很多的基础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整个亚洲都是很大的机会 这个世界是亚洲的世界 那么亚洲的很多的大的国家 它们都有非常大的成长 像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大陆 像韩国、日本、包括台湾 在引领时尚的食品 然后品牌的塑造方面 现在都是非常的有影响力的 所以亚洲的这些国家 大国有大的影响力 小的国家又小的国家的特点 都是非常有变化的 非常有成长性的 亚洲新舞台消费者崛起 逐步建构出亚洲特色的生活文化 越来越多精致独特的亚洲品牌 从服饰、文创到餐饮服务 亚洲品味正输出全球 文化软实力将是亚洲无可取代的 未来竞争力